我这都要坚强坚强 我一定会坚强 带着你给的坚强 谢谢肖云带给我们的坚强 接下来走进刘希君温暖的家 我印象中我妈妈是一个女厂人 期间她从小就喜欢黏着 反正她一离开我的视线范围 我就会找她 冲个凉 她就装一个小小的凳子在门口 隔那么一分钟 她就会敲一下门 妈妈好了没有 因为我要确定她在不在里面 小孩到初中 有小小的那种叛逆的心态 不黏啊不黏 她好喜欢念的 她说啊好我知道 哎到了到了 哎呀哎长大了啦 她再怎么大 她在我眼里 她还是我的孩子 还是个小孩子 当希君遭遇了第一次感情创伤时 她才发现 自己依然多么需要妈妈的呵护 一段时间希君就是很不开心 敲门叫她出来吃饭 反正就是无精打采的那种 在那一刻 我觉得说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去讲 我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受了多大的伤害 突然之间就抱着我 就哭得很伤心 从来没有 没有 我当下会以为她会责备我 没事的 我说这人生都要经历过这些事情 我说她没有眼光 她不选择你是她的手持 我当下吸眼泪就 哗都流下来 然后我就抱着我妈说 妈 第一次喊妈妈 就是抱着我哭 我说那时候真的是 眼眶湿湿吧 那种感觉真的是没办法用你眼来信用 我第一次这么富有感情的去叫我妈妈 让她坚强一点 不自觉地对她产生了一种 非常非常的依赖 比赛中 妈妈专程赶来看了女儿 给的希君莫大的惊喜 后来以后我就抱她的时候 我就是感觉她好瘦 所以我心里面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要留下来照顾她 我妈会给我送汤嘛 然后她们就哇好幸福 并不是说在乎她 做一两顿饭给她吃的这种感觉 她只是给她一种鼓励 给她一种支持吧 妈妈应该就是她最坚强的一个后顿吧 妈妈在 就很安心 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她 她走到哪儿 我就陪她走到哪儿 我非常谢谢我妈妈 其实我比赛这么久以来 她已经在长沙待了有一个多月了 我觉得 我不知道应该用怎么样的话 去感谢我妈妈 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孤单的小孩 我今天送来这首歌叫做《亲爱的小孩》 唱给妈妈 唱给我自己 小小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 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今天又没有哭 是否弄藏了美丽的衣服 在风中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我亲爱的小孩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不停满步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亲爱的小孩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不停满步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谢谢红队的队长刘锡君 蓝队的队长李萧云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谢谢我们辛苦的 星光闪闪云浪 好 感谢两位 用你们的歌声 把你们成长经历当中的 那些温暖 那些感动 那么立体的呈现在舞台上 相信这个周五的夜晚 对很多电视机前观众来说 都会是一个感动的夜晚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 我们的评委老师 在听完这两位的歌曲之后 小苏老师 先说 习君吧 今天是你 第一次 一次到现在让我 唱的 从动听 跨越到了动人 真的打动我们 所有的心选 然后 我希望你能记住 我希望你能记住 你今天唱歌的时候 的状态 然后因为你的唱法 是成熟的 你只需要 把心态调整到 那个程度 其实我可以跟你讲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就是说你不是站在舞台上唱歌 不是在高高在上的舞台上给观众唱歌 然后你每次唱歌以后要想起今天 你是站在人海里唱歌 你站在茫茫人海里 你努力的唱唱唱唱是为什么 你想让周围安静下来 你想让你的歌声穿过所有这些人海 让你爱的人听到 那个时候你就会唱的 像就像今天这样 一直能动人下去 然后我说说这个 小语 对 这个 一首动人的作品 比一首动听的作品要珍贵 一万倍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 不能用任何的语言来形容 我也不愿意用任何技术 或者是什么 我就想让你爸爸那句 说好听 你相信美好的音乐是能上天堂的 爸爸会听见 谢谢 接下来就是 让两队都非常紧张的 我们评委去排的时间了 谁赢得这一分 那一组将会 暂时全部都安全 而另外一组将会进入到 待定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对 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准时 回来 通常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进广告了 是的 听你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待会见 步步高音乐手机 i6青花瓷 世间有很多星 要我说 什么星都不如 福星 喝福星 叫好运 写好看的女性小说 看感人的心情故事 分享你的想象力 请登陆 mm.7点.com 7点女生频道 女性华语小说 梦工厂 信自己 我可以 盛大文学出品 亚克一牙木堂唇 富汗VC 健康多快乐 快乐船呀船 亚克一牙木堂唇 穿什么 朝我看 生马青春潮人帮 不怕你来笑 面点也会呼吸 正教舞 充分有氧呼吸 三全面点法 双重有氧 请发不易 带来松软口感 爱呼吸的好面点 三全面点法 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